这辆子一灯打过来可以打透啊 差不多有一根手指的长度 我量一下看一下有几公 差不多有六到七厘米啊 包出包出包出 出不了出不了 一分钱的我不收 hello大家好我是一刀 这两天呢因为有点事情比较忙啊 所以没给大家更新视频 然后刚刚呢有个老朋友啊 就是去年有收过他货的 然后刚打电话给我啊 说是找不到 因为我去年是公司不在这里嘛 然后犯了地方 他应该马上到了 我们等一下 哎 刀哥 哎 哈喽 哎呀 好久没见呢 坐坐坐坐 你呢我去那个公司了 我去找啊 你还没在一帮过来了吗 放到这边来了 哎呀 这对我们的电话好久没见呢 我说的料子就去料子 这什么创客啊 你看这个料子很好的 刚打到后辛苦 蒙巴列的料子 蒙巴列蒙巴列的这个料子 你看这个料子 我给你说 这些料子我包一条手座 我包 包一条手座 包出 包出包出 完美的 完美的你看 肯定我包出 包出一条完美手座 对这个料子你看 出不了手座 我 我一分钱的我不要 出不了手座 一分钱的我不要 你看你心研究一下 这个料子 这么有魄力的 很累很累你看 这些料子好不 你看 包一条手座 这料子一蹬打过来 可以打透啊 差不多有一根手指的长度 我量一下 看一下有几公 差不多有六到七厘米啊 包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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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了出不了手座 一分钱的我不收 一分钱都不收 我先看一下 行行行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他说是包出一条完美手座 如果没出的话 不要钱 然后这个料子呢 首先他是一个温巴列藏口的 磁形啊 我们看一下 他跟枕头似的 对吧 长方形 有能有脚的一个料子 嗯 然后看一下啊 然后局部大多数地方都有裂 但是有裂的情况 他为什么还敢包手镯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裂的走向啊 他是这样横着的 要么这样斜着的 然后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没有 他其实这种裂 都是没有裂进去的啊 然后这个侧面呢 也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裂 他包手镯的话 应该就是包这一块啊 这块位置的话 没有裂 基本上就是稳的啊 那 他这种是皮纹裂啊 因为这个是温巴列藏口的 藏口不一样 玩法就不一样 知道吗 种水 一般啊 你们不要看水头藏 他就种水一定好 要分藏口 明白吗 因为温巴列藏口呢 他大多数的皮壳已经脱落 知道吧 但是呢 他种子不够老 质地不够老 知道吧 但是温巴列有没有好东西呢 当然也是有的啊 他包手镯的位置 我看一下 应该就这条啊 这个位置有一条列 明显主观是可以看到到 然后这个位置是没有一点点列的 温巴列一般的列是什么情况呢 外面什么位置有列 里面一般就列在什么位置 他外面没有列的情况下 里面基本上没有列啊 这是温巴列的一个藏口的特征啊 所以他这个位置他敢包一条手镯 因为这个位置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列 而且他一个手镯位 还有多余的位置 所以说这个料子他敢包 当然啊 这种概率呢 不是说百分之百啊 百分之八九十是有的啊 所以说他包嘛啊 嗯 看一下这边 然后这个位置有开窗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 对吧 他插了两处窗 然后呢 自然光线看的话 有一点点那种发黑啊 但是这个料子 那我们看见没有 他这个不是这儿八经的冰种啊 我先给你们讲一下 开窗出来看的吧 局部有棉 没法开啊 因为温巴列这个藏口呢 主要就是玩棉的一个藏口 那没有任何的底色啊 他就是个大白肉啊 大白肉 他还达不到那种白冰的级别啊 但是肉质也是特别的稀啊 有一说一啊 每个料子都有优点 每个料子都有缺点 然后这边呢 这一块都是裂啊 这块都是裂 种水一般发吧 然后又是大白肉 那这种料子值不值钱呢 值啊 要看是什么价位去购买啊 其实像这样的料子 虽然说他没有达到那种级别啊 但是他这个肉质是非常的细 看到没有 虽然说没有达到冰种啊 但是落冰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 他是包手镯 那像这样的一条手镯 如果说达到一个落冰的手镯的话 中大腕起步是要的 然后这个料子 他这个位置是有手镯的 三刀四片啊 那也就是说有四个手镯位 然后别的位置呢 还有牌子挂件 按照成品打架的话 这个料子要在周六啊 按照成品打架 但是我们这个是原始嘛 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啊 而且他最关键的是包手镯嘛 对吧 完美手镯嘛 完美手镯包出啊 完美完美 肯定完美一条 一条我不说 我不说那么多 一条最早就一条 我知道 你这个要么没有啊 要么就四条啊 这个东西 三条 对对对对 三条 三条两条 可以勾的 因为这个位置 最近还是有一条链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料子要么没有 要没有的话 我们是它是不要钱的嘛 对吧 那如果说有的话 就三条 至少啊 这料子多少钱 我们两个都是好朋友 对不对 嗯 我也不想给你 不够这样的好不好 就是卖家给你说 你说嘛 我听一下 来给你三十二万 你包几条手镯 我包一条手镯 你包一条手镯 你要我三十多万了 一个洛宾 白宾 还是 你这种大白宾 没有底线的 我给你说 还有汉 都可以出牌子滑起 是的 但是你这一条手镯 值不了三十多万了 我最多只能给你一个手镯的价位 你不能要我三个手镯的价位 那就记得嘛 你看到多少我先听一下 你听一下 我先听一下 像这种呢 一个手镯的话 大腕可能要的 因为大腕的话 还有手镯心嘛 对不对 我给你个整数 好吧 十万 你这种笑容真的 你这种笑容 特别像在缅甸 嘎腰子那样的笑容 真的 拿不到 十万的话 老朋友 我们都对不对 就是老朋友了 大哥 鸡眼吧 嗯 我也不多说好好 嗯 我也不想给你摸几个 不是卖家给你手镯 来给你二十好万吗 二十二万 二十二万 然后给你十万 二十二万 二十二万 薄一条手镯 我给你做这种东西 薄一条手镯 那你包三条手镯吗 二十二万 就是我不甘薄啊 包一条手镯 其实这个包一条 跟包三条概率上来讲的话 应该是明治的啊 因为下面呢 它只要上面没有 那料子下面应该就是没有的啊 我也是讲的概率啊 不能说百分之百啊 二十二 五公八列 主要是 还要躲在里面的棉啊 大哥 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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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东西 我跟你说 里面可以出两条三条的话 不可以了 我跟你说这个料子 真够可以了 不是 还有牌子挂在很多料子 这样吧 我给你加一点 好吧 你也别说二十二 我也别说十万 我跟你说你 这个料子 你好好递一下 我跟你说 说这个东西 我刚倒的东西 我跟你 我跟你再加两万块钱 十二万 我确确实实 啊 因为一个手桌 一个手桌 现在给你打到十万 边角给你打个两万 十二万 这样吧 我也不多说了 我想给你摸紧 好吧 我不说二十万 嗯 再给你买奖 买奖 又卖奖 你的一天好几个卖奖 十八万 十八万以下就没机会了 十八万以下就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这个东西 你也看到这个好物 不是一般的物 十八万 是吧 其实十八万它相当于是按了两条手桌的价格差不多 还有酌心啊 加起来啊 怎么讲呢 两条手桌 比如说 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给他铺的是三条手桌 然后他要卖两条手桌的价格 其实这样的话 风险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用二去铺一啊 不是用一去铺二 它是有区别的 知道吗 边角我们都不能先去铺价知道吧 如果说他是用一个手桌的价格卖给我们 那切出来三条我们没大涨 对吧 还有边角嘛 但现在会是一两个手桌的价格卖给我们 如果拨出来呢 只是小涨 但是亏的话 我们就要回答 如果说真的只出一条 我们就要亏 所以不是太发书了 十八万以下一点机会没了 没有没有 十七万都不卖的那种 嗯 卖不了 卖不了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聊着 我平价也高 平价也高 平价高 平价高就了 我们两个都为所为对不对 嗯 我知道我怎么 差五一网了我们两个没 对不对 嗯 没有 没有意思对不对 都是我平价高 我就是卖不了 十八万 那就算了十八万了 我说有点不想冲 冲不了啊 冲不了 哈哈哈 真的十八万我跟冲不了 没事吧 糟糕 你要冲我再给你加个万二八千的是可以的 但你要十八万能相差一个人 没事没事 糟糕我跟你说 你考虑一下吧 那可以 我也考虑好不好 可以十二万你要卖的话 你随时可以拿 我知道我明白我明白 那就这样吧 好 我别的地方 我朋友一个可以约来一个 可以可以 大家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 下次玩又好多 有什么好东西 我就再拿过来给你看 我现在你们都捏公司的我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好 我们老婆都对身一宅跟一宅嘛 对对对 那不在身一宅 对对对 那就回去了 下次了 下次我姐姐过来 我不打电话了 OK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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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来 你慢走 好好 慢走 走吧 嗯 因为这个料子呢 怎么讲呢 不是说值不值十八万的问题啊 而是这个料子我们的一个风险 他 等不等得住啊 可以这样讲 因为相当于他有两条手桌的话 我们这个料子赚边角啊 那如果说有三条手桌呢 我们赚那条手桌跟边角还有手桌心 但是我只有一条手桌 这个料子我们要亏的啊 那除非最好的这个就是说要么有三条 要么没有没有它是要退钱的啊 这种料子买来就是现场切的知道吧 所以我想了一下不划算啊 因为他违背了我们买这个料子的初衷 对不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没有成交啊 今天呢就先记录在这里